接下來的話,我剛剛做的動作 其實我有把它稍微簡單截圖 這個之前有截圖過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放到Excel裡面做同樣的事情的話 左邊的部分是樞紐分析表完成的 右邊的話,因為樞紐分析表 又會有延伸一個功能叫樞紐分析圖 你甚至可以把圖也畫出來 有沒有,其實相對的 現在人對視覺化接受度一定會比數據來的高 當然,如果你在Python一樣可以再延伸 就是用MainLab、PyLab 其實也可以把圖畫出來 其實同樣的 底下這個地方就是去最多的五個國家 一樣可以做遞檢排序 然後在台北市 台北市的話,多一個篩選功能 把它篩選完之後 再針對台北市的部分 單獨做統計 然後 底下的話就是程式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大概把五個問題的解答直接拿來用好了 我用程式的方式來解說 首先的話,如何把那個檔案讀取 跟各位講一下 還好 因為如果假設一個CSV檔 因為Pandas本身 它有一個方法 我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叫Read底線CSV 也就是說 假如我們今天 需要直接把檔案讀取的話 那我直接調用這個方法 甚至它裡面有個Read底線Excel 直接可以讀取以色檔案 OK 所以也就是說 我是覺得Pandas它的 相容性其實還蠻高的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把這個檔案直接放進來 所以我剛剛有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把下載的那個Read305.CSV 把它複製到這個 這個我的根本物底下 那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Encoding 因為我剛剛有改了它的編碼 本來是ET58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把它改成ANSi 所以呢 我們Encoding部分 你可能要把它改成CP950 或者是另外 其實你改另外一個名稱 叫Big5 也可以哦 兩個名稱 我發現都可以 都相容 那指的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改的 這個ANSi 同樣的名稱 不過好像比較習慣是CP9 我們用這個名稱好了 好 那底下的話呢 就是說 它有帶了 總共有 這個是檔名 然後編碼方式 那這個是 就是它那個什麼呢 檔案的那個 什麼 就是 分隔的符號 那豆點預設 然後 這個Header的話 指的是 那個什麼呢 藍位名稱 在哪一列 那從D0列算 所以D0列就是我們的Header OK 好 那這個資料就把我讀進來了 也就是說呢 CSV 很快的 直接就變成 Data Frame了 中間那些動作就不用了 你不用說 它要給Column Column Index 然後Data 不用 直接就讀進來 所以呢 如果假設說 我們現在呢 直接底下這些 把它註解掉 我直接把它print了一下 比如說我把這個 這個什麼呢 DF11把它print了出來 那你會發現 它就等於是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表全部都把它print了 因為這個表太大了 總共有26欄 所以你會發現 它就是1、2、3 後面點點點 到最後一個 然後列的話呢 它就列出什麼 前五個 然後尾巴五個 中間的話 也用點點 OK 那告訴你說 目前這個 總共有345列 然後呢 有26個欄位 下面有個清單 OK 那我們知道這個資料 已經正確被讀取 而且沒有爛碼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做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的話 就是剛剛ecell做的 這個我剛剛秀的 這個 那一個居住的什麼 居住縣市 的排序 而且是遞檢排序 所以第一名的話 是台北市 最後一名是嘉義市 那同樣的動作呢 假如說 要換在那個什麼 Python裡面做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一樣 第一個我們要調用一個方法 叫做GooBuy 所以你會發現 Swinner分析表那個動作 就是叫GooBuy 那先一個小瓜糊 裡面呢 先放哪個欄位 我們先放那個居住縣市 那後面的話呢 再跟他講說 要針對哪一個欄位去做 怎麼 計數 所以你會發現哦 這個居住縣市 有點類似像什麼 Ecell裡面的這個列標籤 也就是說GooBuy後面的話 就是說 你要選哪一個列標籤 然後面這個的話呢 有點像是什麼 你要去做什麼樣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要點Counts 就計數的話 那你就加 針對這個欄位做這個計數 那也就是說呢 他做到的出來結果 就會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在Ecell裡面就是像這樣子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要排序嘛 那排序在那個Ecell裡面 這邊是游標放B4 然後切到資料裡面 Z到A 可是這個動作呢 如果在Python裡面 特別注意哦 就是呼叫一個方法 叫點SortValue 刮鬍之後的話呢 特別注意哦 Ascending 剛剛有出現過 等於什麼呢 等於False就可以了 也就是D 應該是 如果預設的話呢 那就D真 那如果D減就是等於False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列出什麼 感染國家 所以同樣的方法 我們如果要列出感染國家 那一樣的方法 就以下 以下GooBuy 然後感染國家 感染國家點Counts 如果要前五個的話 特別是後面你加一個 剛剛有用到 剛剛是用到點Tail 後兩個 那現在要前五個的話 就點Head 後面刮鬍5就可以了 那顯示出來的話 就會是什麼 前五個國家 OK 各位可以看到嗎 這個地方就顯示出來 感染國 前五個 那做法你會發現 看到了 跟那個 在Excel裡面看到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差異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針對什麼 台北市的居住鄉鎮 這個地方可能要多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必須要先做一個篩選 有點像篩選動作 那可是呢 如果在Python裡面的話 就必須下一個條件 特別是後面的話 我們剛剛有用到 就是說在這個DataFrame後面 中瓜湖 是給它一個欄位名稱 可是如果說你要針對某一個欄位名稱 去做一個條件比對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下條 那怎麼下 特別是喔 針對這個DF1裡面的哪一個欄位 點什麼呢 後面就是欄位名稱 等於這個條件的話 那如果為True呢 它就幫你放在這個DataFrame 這個DataFrame底線 放的呢 就是台北市的資料 那有點像是 我剛剛在Esser裡面做的篩選 所以特別是喔 這個動作跟篩選 基本上是一樣的道理 把它丟到這裡 那再來我們一樣在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Type的資料做什麼 做點Count的動作有沒有 那不用排序 就完成 所以執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呢 看到的結果應該喔 也會跟Esser剛剛做到的那個 縮點分析法是一樣的 那最後的話發併日啊 剛剛我們發併日是排序完之後有沒有 這個地方直接呢 這個是Z到A 就可以知道這個啦 OK 但是呢 在Python裡面的話 其實它是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 DataFrame底線Type這個 哪個藍位 發併日這個 那其實下一個 用它裡面一個函數 叫做Max Max Max意思是說 它這個日期裡面 最大的那個日期 它其實就是最近日期 所以得到的話呢 那就會是2018的那個 6月25這一天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那兩相比對一下 大概了解一下有關 在 這個Python裡面喔 如果你要利用那個DataFrame 做類似於 Excel裡面的樞紐分析表 該怎麼做 畫面先畫給各位喔 試試看